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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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 我是DRBNB的台訪攝影 Hazel 他剛剛已經幫我問了 我本來要問大家說 有沒有人聽過DRBNB的 那在場的各位有很喜歡旅行的嗎 或是挺常常會自己出去玩的 喔 不多耶 滿驚訝的 說不定看完以後 你們會很想出去玩 好 那在介紹DRBNB之前呢 我先帶大家要認識 我們兩位創辦人 Michelle和Ray 他們兩個是我見過最會玩 也最會工作 而且都非常認真玩 非常認真工作的人 好 首先呢 先介紹Michelle 還是正大畢業的 那他曾經呢 在Sony工作很長 一段時間 當過業務 當過PM 然後也曾經因為很會 就是很有成就 然後得到了全球新燒獎 那他呢 也非常熱愛旅行 曾經到國外 旅行的150天 那他也因為喜歡旅行 所以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奇麗的泥土 然後再來是Ray 他現在是我們的 就是最會聊天的採訪 他也是正大畢業 然後曾經呢跟Michelle 他們是同學 那他在比非多 就是在做植物納優的時候 你們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林志玲的那個 植物納優的廣告 當時他就是 執行這一個廣告的 對 那現在呢 他本人就是一個美食 真人的魚皮 你要去哪裡吃 然後去哪裡玩 問他就對了 那剛剛有說到說 他非常會聊天 就是他可以在短短的時間內 聊出主人他的所有心酸血類史 然後甚至就是還可以 有一次我聽到說 他就還跟主人可以聊到 短短時間內聊到說 他後來就是結婚生子 想要動軟的計畫 我心裡講話 就是短短時間 就是馬上他一進去 就可以跟主人聊到 讓他敞開心胸 甚至馬上講說 台灣最近跟人家分手 然後覺得很難過 然後現在是在提振精神 但是還要努力做民宿等等的 好 那他們呢 就是走過世界 他們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還是發現台灣最美 甚至他們有闖過很多大公司 但是他們覺得說 欸 工作佔人生這麼多的時間 那他們真正 想要做的到底是什麼 他們就開始去思考 想要去奉獻 給人生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於是呢 他們兩個就決定留在台灣 尤其像Michelle 他當時本來要去海外 就是到大陸住店 就是在松尼 繼續就是外派做工作 但他們決定還是留在這裡 然後為他們熱愛的土地做些什麼 但為什麼是DMVMV呢 因為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走過世界就發現 台灣的民宿 真的是世界級的水準 好 現在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這裡 不是巴黎島 這裡是台灣 而且就在墾丁 在布卡比拉 這裡呢 滿桌的日式料理 看起來很好吃 但他也不是在日本 他是宜蘭郊氣的大於日和 這裡呢 看起來有法式情調的一個小庭院 但是他也不是在法國 他在台南的來的民宿 好 總統這些呢 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台灣民宿真的非常非常棒 而且其實他們去國外 發現他們住很多民宿的空間 其實他們那些主人 都是提供給旅人一個下他的空間而已 但是在台灣他們是除了提供下他的空間之外 他們也是主人實現夢想的場域 而且這些主人他們不僅是實現自己的夢想 他們也是為自己的親愛的家 為了自己的理想 然後為了另一半 為了愛去做這件事情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們所呈現的旅宿空間都非常的想要動人 好 那在有第二遍遍之前 你在網路上搜尋民宿的時候呢 大概都會打成這樣 就非常可怕 就是非常非常多東西 你其實也不知道從頭下手好的話 就都放在一起 都是這種感覺 都還是留在那種舊式的設計思維的版面 然後你就不知道 我到底應該從頭下手才好 到底哪裡才是好的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人會選擇 就是用波洛克的方式 就是看波洛克文章去找 但是事實上 波洛克的資訊比較煩殺 因為他最常可能住一個房間 但是你想看有其他房間 你就要再去搜尋很多個網頁 很多個部洛克文章 甚至要忽略很多自拍照 你才能夠看到你真的想要的資訊 對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Muchel Henry覺得 台灣其實是需要一個 全新的優質旅宿指南平台 所以DMV就已經誕生了 找到這邊 我想問大家知道 DMV是什麼嗎 有人知道嗎 對都知道 對都知道 還不錯的嘛 因為請玩的人都不知道 這Bed and Breakfast 好 那首先呢 就是有DMV 我們就要想 什麼樣的人呢 會去使用DMV 什麼樣的人 就是出去玩的時候 一定會很用心的去找旅宿 然後在乎品質 我覺得應該不大難想 因為其實大部分都女生 就男生出去玩的話呢 並不會覺得說 一定要住到多好 甚至覺得說 我去住那種很便宜很便宜的 然後撿多了就可以了 但是女生呢 是即便 就是她如果只有五百元 或是六百元 或一千元裡面 也想要住到很好的 或是很有品味的 很有特色的民宿 所以我們呢 就是目標族群 就是給二十八到三十五歲的女性 就是已經有了經濟能力 然後可能還沒有小孩 但是已經懂得享受生活 那接下來呢 要講我們的三大核心堅持 就是我們是嚴選旅宿 也優質內容 還有美學網站 好 從這邊呢 就先開始帶大家看我們的 一些會有的內容 網站上會有的內容 像大家應該最常見到就是 如果說你再開一個民宿啊 或是說一個餐廳 都會看到說 衛生幾顆星 或滿意度幾顆星 你真的能夠從這幾顆星 看到這裡有多好嗎 不行 所以我們發展得出 我們的評選機制 就是三星雲若 所以先大家知道說 什麼是三星雲若 我們三星雲若呢 有歡心、貼心和安心 歡心呢 就是這個民宿最特質的地方 譬如說它有無敵海景 有超好吃的早餐 甚至說可能這個主人很帥 也會寫 對 然後呢 這樣貼心呢 就是除了住的空間之外 我們還 他們還有提供說 額外的很貼心的部分 譬如說 給女性的身體備品 或是說 二十四小時的咖啡吧 然後或是還有交通接國 那安心的部分就是像 譬如它可能是合房民宿 或是說它其實附近 離派出所很近 然後還有電子鎖之類的 其實我們這整套 都是想要給大家知道說 民宿的空間也像人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每個民宿也都不見得是完美的 但是你可以找出 最適合你的民宿 或是你最喜歡的民宿 對 還有呢 再來就是我們 一定都是實地親身採訪 就是每一間民宿 我們都是親自到場拍照跟主人聊天做朋友 然後平均呢 我們就時間會淘汰一間 因為我們除了就是有這個評選機制 就是可能在網路上找 或者說他們可能會邀房說 就是可不可以請你們來採訪 那我們也會先就是評估過說 它的空間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們去採訪 然後我們再去 通常我們一天呢 就是會採訪兩間民宿 那至今我們其實跑過了非常非常多地方 也看過了非常多 但是我們仍然堅持我們最初的 就是我們就是要經過實地評選 才能夠放上我們的網站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內容 我們內容是花我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當現在大家都不再認為文字是重要的 或者說不再守護文字的價值的時候 我們原來非常非常在意文字的產出 所以我們每一篇文 其實寫的都算旅遊文學 然後其實來我們這邊就是當集生日 他們要寫一些文字的底稿的時候呢 都是要來回四五次 包括我們在審稿教稿 就是很長很長的時間 但是其實這間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包括你們想說 這個民宿它可能是工業風 它是老屋 或是它是背包客棧 其實每一篇 因為它的風格不同 或是說主人的個性不同 帶進去的風格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寫的痛調也不同 所以我們每一篇都是地球角色扮演 還有我們有主人故事 就是我們主人通常都是有很多理想 或是說他一定人生有一些曲折 或是一些很棒的經歷 或是一些可能根本一想不到的事情 他才會走到今天去做民宿 所以我們也會就是 給那些經歷很豐富的主人 寫一篇主人故事 讓你們可以更認識他 好 再來我們攝影的部分呢 剛剛的文字和攝影 也其實都是我負責的工作 那攝影的部分也是 就想要拿他看照片看得夠 因為你可能就是常常看民宿 就是網上找啊 網站上就是提供的照片就是那些 然後你就想說 那他其他的空間 比如說他可能就是照房間 可是他的公共空間 他的客廳呢 或是說可能他的很洗澡的地方 所以你才乾淨嘛 可是你就找不到 你要再去另外一個網站 然後再去挖 說他的這個地方到底值不值得我去 值不值得我花錢 所以我們就是依民宿空間的大小不同 所以我們會有30到100張照片 甚至更多 反正你就是可以一直逛 然後這樣一個下午就沒人 那就很想出去旅行 好再來呢 我們資料非常非常的完整 其實我們每一個民宿業 都像民宿的小官網 就是剛剛我有講到就是 可能很多資訊 你要在就是很大量的網站裡面 去查比如說這個房間多少錢 或是我到底要怎麼聯絡上他 他還有那些房間 但是在我們這邊 我們把交通方式房型價格設備 入住資料還有所有你所想得到的 你只要想去住你 你需要知道的資料都會在我們上面 好再來呢 就是我們也一直都不換會有依序 就是每週我們可能會搭配 比如說我這次要介紹高雄的民宿 我介紹高雄這個地方 然後是因為帶你認識說 他有哪地方可以玩可以吃 然後去住哪裡 好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大家應該在看的時候 就有注意到我們網站 其實非常漂亮 就是跟其他一般的民宿也很不一樣 就是我們一定是放一個 最能夠代表他情境最吸睛的大土 然後再來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模糊底圖 就是我們可以帶出每個民宿的氛圍 我光是這樣看呢 你就會感覺到 欸這個民宿帶給人的感覺 就可以從那個模糊底圖去帶出說 他可能是什麼 那個個性什麼樣的氛圍 好再來呢 就是也是我覺得就是最大的方式 就是我們有標籤的篩選 我們可以彈性的選擇自由選擇搜尋的方式 像是可能一般你在找民宿的時候 你大概會感覺說可能墾丁 就是我就不想只是去墾丁而已啊 我可能也是想要就是 哪裡都可以 我也不想要只是去花蓮 我可能想要去中富 可是我不知道中富哪裡好 然後今天你可能失戀了 然後你可能就是有一個 你就是一個人 你想要一個人出去走走 但是你又不想要太貴 我們這邊就可以選 你可以選一個人 然後又再教他選低價位 然後再更多一點的話 你說你才可以選個環保概念的 或者說錢人聯想跟錢人出去玩 你可以選獨棟Vita 再加個選牛泳池 甚至你就說 可是我想要花藻玉當然也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跟一群朋友出去包動 也可以找 這就是我們最棒的就是 可以標籤篩選 你可以找到各種或是這樣 你想要的適合你的 你現在最想去的地方 去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這三大核心堅持呢 也造就了我們兩大的關鍵優勢 就是業務關係和精準客權 我們解決了使用者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如何獲利 那我們發現說不同的獲利方式 其實就帶我們走向不同的發展 像是如果是不被報道 其實大家可能都很放心說 欸你們這樣的話 應該是民事來找你們 然後就是他們就請你們來 來報道的話 然後就付錢給我們 可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如果是不被報道的話 他雖然很好賺 但我們就沒有辦法堅持說 我們評選機制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方式 就不考慮這個方式 然後另一種方式是定房抽成 也是現在最多 就是履宿業其實都是定房抽成 那我們不選擇定房抽成也是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就是像很多民宿 他如果是自己家庭經營 他是用自己的家 他可能就只有一兩間房間 那他如果有一兩間房間 那我們又不是推 就是我們不是做廣告 不是做他們說賣房間的話 如果我們是賣房間 我們就沒有辦法平衡 就是我們的收支 然後也沒有辦法繼續帶下去 再來就是如果說 這種定房抽成的話 很容易會走到 就像我剛剛看到那些可怕的網站 就是還是會最後走向 資本還有價格競爭 對 那所以我們就回去想 那到底我們的使用者是需要什麼 也就是 應該說是我們的 對 我們的客戶需要什麼 也就是我們的優質的民宿主人 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他們大部分假日的買房 他們需要的是平均的客人 而且其實他們不缺客人 他們希望來的是對的客人 是真正喜歡他們的空間 認同他們的理想客人 而且比起賺很多錢 他們或許是更希望說能夠分享感動 可以分享他們的理念 而且希望有個地方 可以把他們的故事 或讓他們更多人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想要做旅宿 所以最後呢 我們呈現方式是用聯盟免費 比如說放在我們平台上呢 就很像米奇琳的概念 放在平台上的 絕對都是好的旅宿 因為經過我們的篩選 所以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說 最好的就是不管你怎麼找 從五百塊或是到上萬塊的 旅宿空間的價位 我們都有 然後你可以從這裡面 找到說你真的想要的 然後再從這裡面點選說 你可能想去住 然後我會再幫他轉機地方信件 然後這樣就可以幫助主人 找到他們要的旅人 然後旅人也可以找到他自己想要的民宿 好 那也因為這樣呢 超過百分之二十 民宿主人表示 因為喜歡第二遍遍的理念 因為認同 所以他第一次獲利商業行銷 那也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民宿主人表示說 除了地方拆成之外 他們沒有想到可以用這個方式 所以也跟我們合作 好 那我講了這麼多 這個網站做這麼多事情 你們認為這個網站有幾個人 要不要猜一下 有沒有誰想要猜 我們這個網站有幾個人 四個 很接近耶 我們這個網站 就是總共我們有六個人 就是包含我們兩位創辦人 設計師工程師各一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採訪團隊 就是我和我partner 所以呢 這就是現在採訪團隊 其實我們就是兩個人出去採訪 他是負責採訪 自跑掉了 他是採訪業務 然後我是採訪攝影 然後我們其實不只是想要去採訪 我們也想要創造那麼多價值 像是我們每個月呢 都會跟在地的就是名人合作 然後請他們分享他們的記憶 還有他們對於他們互相的情感 還有那些他們回想他們家鄉 就是喚起大家對於土地的認同 而且也可以藉著他們去談論 他們家鄉的事情 讓他們去學說 欸他們在自己的家鄉 他們會覺得哪些民宿最好 或是哪裡地方好吃 進而連成出更多東西 而且最近我們也有跟小烏唱有合作 再來呢我們前陣子也有辦主人分享會 就是希望說就是可以讓那些 就是在我們平台上的主人 他們可以互相分享學習 然後進進診 然後一起讓台灣的理事業更好 那現在呢其實還是基礎 我們真的還想要做非常非常多事情 這個過程呢其實 其實從最初開始到現在 他們都是一直不斷不斷的就是堅持 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真的會有很辛苦的時候 像他們最先開始 他們開始創業了那一整年 完全沒有任何收入 因為我們意見平址都沒有啊 而且你要如何去說服主人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也一直在想說 他們要怎麼去行 想他們就要一路走過來 就是要堅持自己的初心 一直到現在 從可能當上線的五間 到現在已經有南百間 民宿在我們的網站上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優質的理事空間 好 再度有想要創業的人嗎 就是如果說 我剛才剛剛我聽的時候 聽大家介紹好像比較還好 但如果想創業的話 很想給大家一個忠告 這也是我們的創辦人說的 就是他說其實只有興趣 其實是很難支撐創業堅輕的 因為你要有更大的東西去 你繼續前進 譬如說像他們是真的很熱愛台灣 非常非常熱愛這個土地 然後希望能夠把台灣這些民宿的價值 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他們用他們的理想 才能走到現在 然後我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想要和工作 想要將興趣和工作結合的人 嗯但就想要把興趣和工作結合的人 應該蠻多的 就是我剛剛聽的時候 其實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 對就是我有一天也很美好 想說啊就是我最喜歡寫文章 而且最喜歡攝影的 然後我又很愛人情 對我來說是再好不過的工作了 但是事實上也因為這是你的興趣 所以你投入了你的最好的一面 然後你所認為的價值在裡面 也會得到最大的挫折 就是他不會像你想像的 就是這麼的美好 不是說過程一定都非常快 非常美好 你也會因為反而 因為你在乎你的興趣 你喜歡的東西 所以你也會因此的跌得很深 然後我就發現說 尤其是最近我們在招募實習生 之前很多實習生 對未來是有很美好的向往和想像 我覺得很棒 但是也要能夠去接納說 其實是這個美好背後 裡面是會有風雨是會有挫折的 就像我上了這張照片 我們的網路上 我們粉絲頁其實很常會PO說 欸我們又去哪裡了 然後我們吃了什麼 然後哪邊很好吃 我們會把這一個 我們會拍這個部分讓大家看到 但事實上旁邊都是電腦 對這個就是事實上的現實 好 那給未來感到很迷茫的 可能還不知道要做什麼的 其實也不用真的想太多 其實剛剛前面幾位講 怎麼也都有講到 就是 就敞開你的心胸 就是接受任何可能 就去嘗試 就去試了就知道了 因為其實不論你去哪裡旅行 不論你 無論是到國外或在台灣 無論去到哪裡 你最後還是要回到人生這場大旅行 好 那最後想送大家這一句話 就是 夢想其實不在遠方 而是在每一天你經歷的黨下 不用去想那個太遠的東西 你當然是可以有一個大略的 就是你可能 你知道你過來會走到哪裡 但是你真正要去經營的是 你每一天每一天走的這個腳步 你這些你每天經歷的東西 其實就會帶到你最終你想要走的夢想 就去抓住你現在想做的事情 抓住你現在的熱身 抓住你每一個夢想 對 好 好 那很期待說就是 你們知道第二天以後呢 也可以去發掘台灣更多更好的地方 然後也一起支持我們 好 謝謝